犯马永次郎也太变态了 只见他将脸皮贴在了防弹玻璃上 随着力道的逐渐加强 他的表情也开始变得猙獰 下一秒 防弹玻璃竟被他的脸龄生生地给紧 永次郎来到皮克面前 他认为皮克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在那个恐龙称霸的时代 皮克明明有的是办法填饱物 可他却选择了猎杀霸王 这让永次郎十分的心 他伸出拳头想要和皮克一较高下 而皮克也一脸懵逼地将拳头贴了上去 此时皮克就好像面对一只霸王龙一样 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让皮克变得更加新 他脚下用力 拳头的力量又大了 永次郎满脸的不可知心 皮克一脸地呆萌 随后他将身体撑起 整个人站了起来 只是这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让在场的格斗家们热血沸腾 可就在这时 军方让永次郎本人赶紧撤退 再见到了地表最强生物后 长官直接跪在了地上 他请求永次郎不要伤害皮克 因为皮克对于人类的科学发展意义中 而永次郎也并非想要杀死皮克 这次只不过是过来先打个招呼 很快众人就被军方的卡车 拉到了十公里以外的地 而此时皮克在自己的树洞 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刚刚发生的战斗 他明白力量上的碰撞 但问题是后来自己怎么就突然倒下 无聊的生活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解不开的秘密 这也让皮克多了分乐趣 与此同时 在中国武术训练研究会访 烈海王准备向众人展示格山打 他猛地打出一击风去 只有第九块砖头被打碎 接着是第七块 一旁的任牙看得目瞪口呆 表演结束后 任牙请求烈海王教他中华武术 可烈却拒绝了 因为他对任牙没有任何兴趣 现在唯一能让烈兴奋的也只有皮克 就这样任牙被烈海王打得出来 这种感觉就像是被甩了一样 现在全日本的武术家都想要挑战皮克 和任牙又何尝不是